GP的这革命性的群众和自带的恒定动力的优势啊 如果不能获得日内瓦钟表大奖的话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评委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除了欣赏颜值 做工和复杂功能 本期跟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欣赏维度 不管是车还是表 迷人的地方是机械 记得我学表的时候啊 先学拆表 第一步就是放弦 绕过群众机构把发条的能量释放 那可以说是瞬间释放了 所以你看 如果没有群众机构 这个能量是不可用的 钟表的群众机构就是把能量有序输出的机构 我们说钟表这个钟字啊 只解释它的功能 没有界定它工作原理 比如村口敲的喊人出工的钟也是钟 教堂上报时的也是钟 一次上弦走半个月的台钟也是钟 难怪我们前辈钟有灵先生的信的简化字有那么多争议呢 虽说汉字博大精深 但是在工业领域还是稍显粗略 比如对计时装置粗略地分为钟和表 对两轮交通工具就只分为自行车和摩托车 但现代社会啊 摩托车如果不细分的话 管理逻辑是不能自洽的 本期聊的是机械钟表的琴纵 捋一下琴纵发展史 聊一下改写历史的和被埋没的代表作 再聊一下琴纵的某些敏感话题 机械钟表经历了钟时代和表时代 钟时代从13世纪的Vedge and folio 琴纵开始 然后是Cylinder琴纵 从钟缩微到表有赖于两个要素 一个是动力 一个是琴纵 动力从重力变成弹簧 而琴纵则是精准的小型化机构 17世纪英国人Robert Hook发明了毛式琴纵 个头比上一代明显缩小 而且决定作用的是油丝 多数人认为荷兰人惠庚斯在1675年发明了百轮油丝系统 有证书为证 但咱们前面提到那个发明毛式琴纵的Hook不干了 他说油丝是我的创意 那么证据呢 Hook说我五年前就给了Royal Society的董秘了 这个Royal Society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学会 当时的会长是Hook的劲敌 挺牛的 叫牛顿 而牛顿的董秘呢 是他的好友德国人Henry Oldenberg 他是一个德国神学家 而这个德国人呢 他是惠庚斯的朋友 过了很久 在Hook的手稿里 还真找到了油丝的设计 但不是环形的 而是直的 很明显当时被认为太难做了 再加上Hook的人缘 不管怎么说 惠庚斯完善了油丝设计 就像爱迪生发明的灯泡一样 油丝百轮让怀表成为可能 而杠杆群纵在1750年发明 这是Thomas March发明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99.9%的 机械腕表都是这种群纵 1775年约翰·亚诺还发明了 Detent群纵 这种群纵具备了天文台级别的精度 美中不足的是 不能自己齐板 而且比较娇气 受到冲击后容易停 所以主要用在航海天文钟上 偶尔也能在腕表上看到 杠杆群纵是腕表群纵的主流 也出现过一些变款 比如说宝鸡油丝 再比如劳力士3235机型上用的 Chronage群纵 下面这个你说是革芯还是新一代群纵呢 同轴群纵是1974年 英国人George Daniel发明的 又是一国人 同轴群纵简单地说 把滑动摩擦改成了滚动摩擦 理论上都不需要润滑油了 但制造难度很大 关于同轴群纵 这是另外一棵树上的果子 这里略过 近三百年了 机械钟表的群众日趋成熟 油丝一直是那个样的 一收一放的工作 但也终究无法避免自带的缺陷 比如金属的磨损和疲劳 造成的精度下降等等 真正打败你的不是对手 而是外来势力 随着科技进步 微电子行业的本事 对机械万表零部电加工来说 那是雕虫小技 你可以脑补一下这几个技术 硅油丝是对传统油丝的颠覆 甚至像欧米加浪琴灯品牌的新款万表上 还使用了硅材质和逆磷合金的琴纵部件 抗纹差防磁高等式性完全提升了一个量级 但至此油丝还是传统的样子 革命性的琴纵设计暗流涌动 The Béduin最近推出了Phersonique琴纵 利用了机械共振和磁性活动极高的频率 而Voshe也就是帕马强力的机芯厂 正在研发Genegan琴纵 利用的是硅材质的特性 革命性的设计出了全新的琴纵 前面按下布表的Hook与惠庚斯的发明之争 又有了新成果 这就是直白的Constant Escapement 为什么不翻译 没办法 这个Constant是双关语 人民Constant和横力琴纵的翻译 2013年GP推出了横定动力琴纵LM万表 在同年获得了日内瓦高级钟表大奖 金指针奖 这款表中的横定动力琴纵装置 能够不受可用能量的影响 提供非凡的速率和平性 但是获奖的不是这款表 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 既然表在这里 不妨结合实物从三个方面聊聊 品牌革命性的琴纵和其他 一说GP很多人想到的就是桂冠 但那只是入门的 品牌的关键词是三金桥 GP是两个创始人的姓氏缩写 其中G是Jiha这个姓 而它的名字是Constant 1867年GP打造了由聂银制成的三根平行桥板 把这个桥板从单纯的功能性部件转变为美学元素 并在当年的瑞士纳沙泰尔天文台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1889年三根桥板改用了金材质更有辨识度了 并且在巴黎世界博脸会上赢得了金奖 三金桥的传奇由此诞生 2014年Neobridge精心设计的造型 只能用尖端的竖控机床才能做出来 曲线型的桥板可以单独呈现 或以三连体结构的建筑形式呈现 本身就相当于复杂功能 有看到 再说说GP的这个革命性的游丝 它叫硅制折叶型游丝 这个游丝一方面圆了Hook的梦想 同时还解决了长期困扰制表师的痛点 就是横力输出 当年Hook游丝与贵更斯游丝之争 它的底层逻辑是Hook设想的 直游丝当时是做不出来的 而GP的硅制折叶型游丝 就是Hook游丝的21世纪版本 谁这么聪明呢 话说某日内瓦大厂的一个小伙子 坐火车的时候 闲着没事玩手里的车票 就这样 折叶型游丝的灵感来了 小伙子拿着这个设计找到了领导 但这个日内瓦大厂 大厂很大的牌子 对这个设计并不感冒 这个经历就很像当年 George Daniel同轴勤纵的遭遇 几经周折 小伙子找到了GP 这个革命性的游丝设计 还顺手摘了另外一棵树上的脖子 就是横力勤纵 横力勤纵单拎出来 也算是经典的复杂功能了 像什么芝麻链 还有FPJ的某些表 都属于比较牛的 以后单聊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 新恒定动力勤动漫表 Neo Constant Escapant 它利用了规制折叶型游丝的弹性 和双稳定性的特性 规制折叶型游丝 仅有头发丝的六分之一 与波杆涅合 为百轮提供动力 还确保百伏始终保持一致 对称形状的折叶 和百轮两侧秦动轮的位置 确保了动力 作用在调节机构的中央 使其平稳的旋转运动 GP的这革命性的秦动 和自带的恒定动力的优势 如果不能获得日内瓦钟表大奖的话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评委 估计你也看出来了 这个革命性的秦动 哪都好 就是占有空间 从中到表的核心脉络是小型化 当然黑山秘了当品牌除外 秦重那么占地方 其他需要欣赏的复杂功能 能不能加上呢 这表还可以做再小点吗 这么说吧 2013年获奖的GP恒定动力秦重 LM万表比这个还大 现在已经缩小到45毫米了 带相相当安全 厚度14.8毫米 GP进一步缩小尺寸 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也自然推导出增加其他复杂功能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侧面造型嘛 桥板的设计以现在风格呈现 灵感是前面说到的19世纪的三金桥 下面的独立桥板横跨表盘底部支撑百轮 GP09200机芯七天动力储存 9点钟位置线性动力储备指示器显示双发条盒内的能量水平 开放表盘内满满的都是制表大师和发明家之间的恩怨情仇啊 另外玩表玩的是传统的符号和技术文化的象征 这么一款具有颠覆性的琴纵设计和自带的先天优势性能 本身就是焦点 我都怀疑有人会嫌这个不够大 表盒虽然大 因为是五级钛材质 并不厚重 而且防过敏 看起来很酷 也有技术含量 表扣也是五级钛的安全折扣 本期内容里提到的两棵树上的果子 一个是同舟琴纵 一个是横立琴纵 你们的兴趣就是我们的选题 欢迎跟我们互动起来 下期见